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看到今天素顏出場就知道是化妝片 因為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如何遮黑眼圈、眼袋 超級大迴響 然後有很多朋友問 是否一定要用膏狀的遮瑕膏、液體的 還有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530眼影 它的持妝度是怎樣 中間需不需要補妝 一天下來的表現是怎樣 所以今天就有這條影片 一次過滿足大家兩個願望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多一次 我怎樣有這麼厲害的黑眼圈 這個黑眼圈是有淚扣 這邊應該凹下去是淚扣 但這邊凸出來是很厲害的眼袋 還有什麼顏色都有 紫色、青色、藍色、啡色 什麼黑眼圈我都齊齊了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下去 今天這條影片是和Make Up For Ever合作 用他們一系列的產品 將我由這個恐怖的黑眼圈掃眼 變成一個非常乾淨、鐵服、透薄的妝容 如果你問我現在秋冬化妝的趨勢 我會覺得三個字透明感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者是品牌的造型照 那些模特兒的底妝都是非常之貼薄 很透膚 完全是隱形的毛痕 然後就有一個Term出現了 氣質白開水妝 我會覺得是一個天生好皮膚的代名詞 然後今天我會用到的粉底 就是我跟大家介紹了很多次 我真的從去年到現在都非常之喜歡用的 一個高清磁妝氣剪粉底 HD Skin Cushion 我喜歡的原因就是它很自然 妝感是半霧面 日常用是非常非常之適合的 然後是很貼服 全天都不會乾 不會氧化的 它的防曬係數是SPF50加 PA4加 是非常之足夠的 那一天我沒想到要試什麼粉底的時候 我一定是拿它出來用的 是難用你都會很放心的一個Cushion 打開你會看到它的粉圖是水滴形的 上面是尖尖的 你就會很適合用在一些鼻翼位 眼角的位置 你的超級近鏡 可以看到我的素顏是比較膚色 不平均 會看到眉絲血管和做農膚 是越來越曬到一些一點點了 所以我們就試一下它 究竟一下 是不是 很厲害 它的遮瑕度是會做到 一下子非常之自然的效果 例如鼻翼的暗層位 或者是皮膚上面一些很細微的瑕疵 都是薄薄一層 已經做到平日上妝需要的效果 就算用力印下去 它不會有手指印的 所以是不是很快速上妝的方法 在皮膚上面它是很透氣 可以呼吸到的 完全不會焗 是非常之舒服的存在 所以為什麼呢 我用了一整年 上年推出的時候 一用我就已經是非常喜歡的了 現在也是馬上給大家看看 不需要多的 你看到的份量真的 按一下 然後再上去 已經是即時做到這個妝效了 可能你現在會覺得 哇你又化到自己這麼白 我是真人看沒有這麼白的 永遠都是鏡頭把我變成超白 那個粉底我用到它們最深的這個色號 1N14的 它不是你們看見這麼大的對比的 我自己看鏡頭是一個自然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Anyway 下一個步驟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了 我會將這個這麼厲害的黑眼圈調色 之前我看到Make Up For Ever 他們是有這個 HD Skin的高清隱形遮瑕霜 我用的色號是3.3R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水潤的 而且很好推 你會看到它推開出來 完全是跟皮膚融入了 不會有一個界線感 可以看到它會有一點偏向蜜桃色調 然後Base on這個顏色 這個系列 Make Up For Ever 現在全新推出了一個 更加針對於調色系列 它是黑蓋的 我自己用的顏色就會是0.3R 一個偏向給健康膚色的人士 針對一個紫調的黑眼圈 它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像一個三文魚色 它的調色會更加精準 然後如果你說我沒有你那麼健康膚色 比較偏白的女生 可以用它們這個0.2的 一樣都會是偏向這種的蜜桃色調 然後如果你說我的黑眼圈是發青那種的話 你可以試試這個0.1 它會比較偏向粉調一點 用來調一個青的黑眼圈 因為通常發青 很多時候都是你的膚色很白 然後透了一些青筋出來 這個就可以做到這個調色 最後還有這個0.5 你看到這麼白有什麼用呢 就是可以提亮發令紋的位置 一些凹陷了的位置 大家看到它推開 不會說那些顏色那麼白 或者是那麼橙 你會看到它是可以推到很透薄 做到一個微微的調色效果 每一個都可以的 因為我打算給大家看看顏色 就畫了很多的亮出來 但是它推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透薄 就做到一個調色的效果 不需要厚重的 我現在的情況 不如我遮一邊給大家看看 我是這邊的色素較強的 我用這個0.3 用量真的不需要多 在那個色素很強的地方 點幾點 再用我自己真的挺喜歡的 這個242號掃 因為它的掃頭夠鬆身 那就不怕你的遮瑕膏做得太厚重 它是很薄貼的 做到一個中和顏色的效果 你會看到它已經沒有了很多藍藍紫 調成比較膚色 這邊它還會在這裡 超明顯 我們就是要調走這個色調 變成現在這個就會更加容易遮瑕 這麼深色這裡是淚溝 大家也不要管 之後用一個膚色的遮瑕 這個是高清隱形遮瑕箱 我用的色號是2.1Y 它現在已經出到14個色號 超厲害 新的兩個色號 是去到少數點後兩個位 分別是2.05N和1.55N 所以就算你是偏黃 偏粉的色調 或者是不同的深淺膚色朋友 總有一個是適合你的 它是可以做到很薄貼的 有一個遮瑕度 這次我就不是點三點了 我會畫下去 然後用同一支 242號掃 把它慢慢退開 慢慢拖到後面這裡 你會看到我剛才是 完全不會把遮瑕膏落在後面的位置 因為色素最強的都是前面這裡 然後它到現在也不會覺得乾 不會塞到眼紋 依然是做到很薄貼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遮瑕霜 它做到一個好像second skin 和我們平時的粉底也很融合 然後之後不怕它這裡無緣無故 很厚 所以這個1加1 先調遮瑕後遮瑕的combo 我自己是非常推介大家可以試試 好了我已經遮瑕了另外這一邊 是不是跟剛才素顏很大分別 沒有那種很殘 十年沒有睡過 然後中毒的感覺 現在只剩下眼袋和淚溝 但這一刻我會先做定妝 這個是make out forever的高清控油瓷妝蜜粉 我用的色號是1.1 最好的地方就是這個version 它裡面已經有粉撲了 我們只要把它翻一翻 然後粉撲已經有剛剛好份量的蜜粉 我們可以把它搓一搓 我通常都會先定了眼底 因為是我最擴焦的位置 然後剩下的魚粉就全面拍了 其實那個cushion已經是一點都不黏的 不過穩陣起見 我都會全面這樣做一做定妝 這個蜜粉我覺得它的持妝度依然很好 然後一個油霧的妝感 它又不會顯白 不會泛白出來 不會顯乾紋 之後它那個防水防汗的能力 我也覺得非常之好 夏天在香港用 是絕對很OK的一個碎粉 好了 之後就到大家最想看的重頭戲了 就是我這個淚溝和眼袋 這個大家應該也是聽過我說很多次 它是這個artist磁色溶肌眼影的530號色 很多很多很多朋友問 它是淚溝神器 之前《Makeup forever》都有一個是H18的 都是說淚溝神器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530那種的眼影幼滑度是會好一點 之後推開是完全融入皮膚 沒有一個界線感 還有它會偏向膚色一點 如果是之前的H18 它的粉質你摸下去一樣是細緻的 但是它會像胭脂粉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會看到顯色度會高一點 然後推開的時候它都會白一點 那如果你是很白的女生 你一定是喜歡H18的 因為如果你去到超級白 粉底用到最白的顏色 你用530 反而可能會覺得它黃一點 深一點的 但是跟我一樣是健康膚色 比較偏黃皮膚的朋友 你一定是選530 神奇的時刻又來了 都一樣我在鼻位開始掃過去 又沒有了 是超誇張 我真的覺得它很厲害 坦白說這幾個月我試了無數的 說可以遮淚溝的不同產品 但是最終我真的覺得它的效果是最好 是完全好像變魔法一樣 沒有了那個淚溝 它真的可以一滑下去 整個眼袋是平了很多 然後你就慢慢去調校不同的角度的位置 是不是啊 完全沒有其他可以比美 一模一樣做到一樣的效果 有些可能是平體 有些可能都遮蓋到少少的 但是做到這麼完美 真的只有它 其實現在這個樣子和剛才素顏 簡直是差天共地 好了 就跟大家示範了 跟之前不同步驟 又由遮瑕膏變成遮瑕液 然後是由粉底再做遮瑕 都可以做到這個遮瑕眼圈 還有遮眼袋淚溝的效果 我現在就上完其他妝 然後就跟大家一起看看這個遮瑕度 是否可以最後一天 差不多化完 去到唇妝 亦都是想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組合 有這個artist極磁色喚味唇筆 以及ruch artist磁色唇膏 色號唇筆是600 唇膏是214號色 它畫下去是很順滑 以及可以遮蓋我很深的唇邊位 然後這個唇膏 你看到我一畫下去是很順滑 那個飽和度是很好 一點都沒有任何斑駁 順滑的程度 你是無論不同角度怎樣畫 它都不會一塊塊的顏色 兼且它這個妝效是matte的 是叫做極油霧磁色唇膏 在我的嘴裡我剛才是沒有任何的打底 然後不會覺得很乾 很黏黏的 而且它是超磁色的 我拔一張紙巾 然後印下去 它是不會有一個很厲害的唇印 你想想它這麼飽和 可能側邊的口水的位置有 你看看 是沒事的 我覺得它很厲害 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時間到了1點 我們準備出門口了 其實今天都沒有什麼做的 但是留在小島 我已經覺得非常足夠去測試一個 我的妝容的持妝度 因為天氣是33.7度 然後我們現在跟初附吃東西 是要坐室外的 之後應該會去買菜 以及去送手信 這裡是一些手信給朋友 現在1點鐘的時候 我的妝容是這樣的 完全跟剛才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都在家裡換衣服 然後戴上帽子 收拾袋 現在就要出去試一下 在湖外的時候 它可不可以捱到 它已經越到懷疑舊身 就是因為你 我們才要坐在沒有冷氣的地方 明白 看到沒有 無限抹汗中 無限抹汗中 快拿出水了 食物到了 我這個就是 貝果和今生的牛角包 還加了一個 出錢一丁 我們現在去哪裡 因為超級緊張 有朋友今晚過來吃火鍋 所以就要去泰宋 好了 我們現在去長洲街市 我們第一站就是買魚蛋 這麥圓超好吃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說話 但不要緊 做什麼 快點 快點 我們回去吃雪糕 Chopper很聰明 它真的走在陰的位置 終於回來了 汗都沒抹過 現在時間是4點12分 讓大家看看現在的妝 首先我想先抹一抹 鼻翼的位置都按一按它 有一點點 然後近的讓大家看看 完全沒有補過妝 還有今天我是沒有用到任何定妝噴霧 它現在維持的情況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有抹嘴吃東西的時候 所以下面是有脹少少的 然後眼底的位置 一樣的遮瑕度是保持得很好 沒有任何乾紋 塞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3個小時 室外的情況就是這樣 早安 我們一起監督媽媽的眼淚 我們現在是剪製 今晚要用打邊爐的白椒仔 噢,好紅喔 對呀,這批都很漂亮 看到嗎 這個超級肥美 但是它還沒熟 所以不可以 對呀,還在橙色 對呀,這個還沒吃 來探一下排臭醋 看看有多少檸檬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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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來到6點46分 我已經上妝超過六個多小時 剛才是一邊做食物 然後上了天台 然後就睡了一會 所以我都脫掉了 讓大家看看妝的維持程度是怎樣的 嘴唇很厲害 我吃完東西補了一次 應該約兩點多小時 到現在都沒有脫掉 我睡醒了,喝了水 它都還在 然後如果你說眼底 我會覺得有少少輕微 是這一邊出來的 但是基本上它都有八成是在的 我中間真的睡了 其實我都預料它是會脫掉的 然後底妝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下巴這裡 我保持著沒有補妝 鼻翼的位置 我看到這裡有少少 不過不嚴重 基本上在這麼熱的情況下 剛才房間沒有開冷氣睡覺 我都覺得是保持得不錯的 就算再近鏡一點 毛孔不會看到都爆出來 或者是虎紋這裡 塞住了 因為這個位置如果塞住 是很明顯的 它沒有 所以我都覺得持妝程度 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我們的火鍋準備得差不多 有些蔬菜 然後今天湯底是番茄湯 很多牛肉 然後有紅的 枝竹 洗了很久的雞腸 如果有朋友來吃過我做的雞腸 一定是愛 因為洗的時候很臭 然後有很美味的蜜月丸 還有等著吃的燒狗 Choppa 是不是打火鍋 是誰啊 嘩 是誰啊 她已經拿了她最喜歡的醒醒 給你們玩了 這個是本代儀的嗎 最後一次更新是晚上的11點 距離今早上妝也有10個半 接近11個小時 比較上我會看到她脫下 可能是額頭這些位 就是我比較多出汗 會戴帽的位置 這裡有少少的 還有蜜蜜蜜 我一邊吃火鍋 一邊吃東西 一邊抹醉 其實這個位置已經被我抹掉了 但是你會看到 我的樣子 整體不算有很斑薄的情況 完全是沒有補妝 都可以保持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她已經很厲害了 這次我和Make Up For Ever的合作 亦都是有觀眾優惠的 大家可以看資訊欄 或者IG 都會同步有個IG story 有個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我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請侍奔 ヽ ベ Q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